同学们和家长代表 一一上台领取奖学金 和颁证奖学金的清安工委员会 来个大合照 获奖同学领取奖状和一份奖学金 借用清安工每年颁发清函奖助学金 还与借用地检署合作 颁发新希望育苗奖助学金 总计有222名学生受惠 总计金额94万5千元 鼓励孩子们努力就学 是第一次领 我觉得这可以有效帮助我的成绩 我觉得我也会更努力向上 我也是第一次领这个奖学金 我觉得这个奖学金可以帮助我 更努力读书 生命有着保佑我读书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体验 我也是第一次领这个奖学金 领这个奖学金可以让我 去学习更多事情 饭饭 经济饭会不会开始 这个部队里找我 带这个检署上来 我给他帮他 他说其他国管制都有啦 没有去有多人而已 从头到尾行 从头到尾行没得好分 所以到这一块来 刚才有报告去了 都总有 赶紧金 几千万了 差不多近两千万了 那部分不是说都给环保的 所以每一个清涵这么快 也有那种优秀的这么快 千安宫从94年起发放清涵奖助学金 96年起发放新希望育苗奖助学金 帮助基隆地检署关怀的个案 感谢千安宫尤其今年那个新生 就是饭饱第一年 就是也是第二学期 尤其我非常感谢 同国策顾问 同学委 那个饭饱 那个新生人的部分 不一样的就是说 他从国小就开始 就可以 国小的小朋友就可以领 这跟一般的 讲助学金不一样 所以小朋友 我都非常非常高兴 非常感谢清安宫 非常感谢 特别代表全市的 中小学的各校 感谢清安宫 这将近18年的时间 对各校弱势学生的照顾 那么尤其是他们从开始的一两年之后 就扩大办理 把照顾的对象还有奖金都提高 那让可以收到补助的孩子更多 让这个福气可以散布在各个角落 那这边我们要衷心的感谢 也希望大家能够心存感恩 能够回馈社会进一步来帮助其他人 这一方面是鼓励这些学生们 大家向上 另一方面是让社会能够安和乐力 我想清安宫这个议举 是带动我们所有的宗教的一个议举 希望说每一个宫庙都能够来 循着这方面来做这个 奖助学金这方面的 让学生都能够得到非常好的一个心情 来继续练书 清安宫每年颁发奖助学金 希望在妈祖的庇佑下 孩子们能够努力向上 未来有能力时 进而回馈社会 记者黄绍铭记录报导 谢谢大家